有些人說Facebook也不僅有千多人 我謙虛地說吧 老實說,因為我是支持本土派 聽我的節目的人都是本土派支持者 當時大家可以想到 雖然永遠會停留在同溫層 事後我回顧其實是 比如說現在我們接觸了很多哥哥姐姐 有些師奶、大叔、的士司機、的哥 我們那個年齡層和階層所接觸的人 真的廣闊了很多 亦令到我的思維上有相當大的轉變 比如說,如果我2016年的時候 我一定會很頑固,對於有些看法 比如說到現在2019年 有些人都是這樣想的 我在Facebook也見過,連登也見過 有些人在抗爭,在前線打到頭破血流 你就在那裡接紙 我聽完小螞蟻婆婆打上來的電話以後 我就完全是茅塞凍胎 當然,我在今年也是 其實對於同路人的行為 是寬容了很多 自從我接觸了更多的益友之後 因為這就是眼界決定警戒 如果你接觸得多 真實的民意的時候 你就會看得到更多真實面 不要停留在理論層面 以及在Facebook圍爐的層面 那是不健康的事情 如果比起三年前 我也會說 你接紙殼,有什麼這麼厲害 肯定我會跟著那些人一起說 或者我帶頭這樣說 不是跟人 問題是為什麼我這次轉變了 我就覺得大家有不同的方式去做 我覺得一個傳聞的運動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角色才是對的 哪怕他去接紙殼也好 他去前線衝也好 怎樣也好 這樣你才能夠凝聚到最強的力量 大家都在不同的崗位 他們所付出的代價 就是最高的代價 那你沒理由叫小螞蟻婆婆 走去帶著豬嘴 就是前線 這件事又令到我很深的感受 上個禮拜他這樣打電話來的時候 當然,當時我都不太明白 接紙殼的意思是什麼 但是我沒有批評 今年已經沒有批評了 我一直都不知道 原來就是他表達出一種心意 那種心意就真的很重要 其實是一種心靈的位置 你可以給他 因為他在家 他對著那些年輕人 他又放心不下 他又想去到那個現場 他唯有用一種軟轉的形式 來表達出一種心意 你要做過這些節目才會明白 有些人永遠 畫地圍牢 而且在那三百八十幾個當選的區議員當中 佔了大部分都是無政黨背景的素人 這就是相當之重要 即是說他們就是一股非常之強大的力量 當然他們還未組織起來 但是如果他們組織起來的話 就有力和傳統的泛民 就是所謂分庭抗禮 不是說鬥爭 不要搞錯 即是說起碼在那個政治利益那裏 就有得bargain一下 就不是有些人看得那麼悲觀 老實說我看到有些人看得很悲觀 經常就說 首先有幾個論點 第一就是泛民當選 即是勝選了以後 就沒有了抗爭活動 但其實他們理不理解得到一件事 就是自從中大和理大這兩翼之後 其實很多勇武和前線 他們真的非常疲勒 受傷的就受傷 被捕的就被捕 而且也是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來休息 說大哥又遊繩又爬渠 老實說 這個拘損大勝 和市民出不出來抗爭 根本上又沒有一個絕對的邏輯 有些人就說 因為市民現在就陶醉在這個抗爭的情緒當中 就不出來 我不同意 自從區選之後 那個禮拜一 直到是禮拜五 因為五天工作制 大部分的打工子女 白領的打工子女 每一天 在這個中環 九龍灣 都是有和理lunch的活動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甚至乎在禮拜尾的時候 擴展到長沙環 勵之角 怎麼會說沒有市民出來抗爭呢 只不過那個抗爭形式 不是下火魔法 那些人是想什麼 是不是經常要追求 灌能刺激 為什麼那些人不出來做呢 對不對 大哥 人家都要休息一下 是不是要休息一下 不用休息嗎 你以為是人命 那都是人心欲造 還有 在愛丁堡那一晚 是平日來的 十一月的夜八號 是禮拜幾 是禮拜四 禮拜五還要上班 上課 依然是聚合到 有超過十萬名的市民 去到中環那時候 這些難度還不是抗爭的活動嗎 我完全想不明白 為什麼市民陶醉 在勝選的情緒當中 就忘記了抗爭 忘記了意思 這些根本上是偽命題 第二件事 到底 現在有些人開始談論到 關於來屆立法會選舉 和選特首的選舉委員會 那個組成 就是那千二人 小圈子 很多人開始有一個 很活動的討論 關於這件事 到底這件事 是不是代表了他們 走進去的建制 我又不同意 如果以前我是16年的時候 我肯定屌到這些人 傻的七個一皮 但因為我已經改變了我的態度 這些人說 你變成這樣 人就是要適時來作出轉變 是不是 你死板一塊 你一定要隨著時局來改變 在這次的區選以前 在這半年之前 有誰想得到 在區議會選舉當中 非建制派系可以取得 壓倒性的勝利 是沒有的 既然民情民意都在這裏 為什麼不去一次呢 體制裏面 又有一班人去抗爭 包括這三百多個新科議員 以及市民也要做一個 體制裏面的抗爭 就是說 你盡量在議會上 爭取多少個席位 就爭取多少個席位 這是對的 包括在功能界別 你不能說 因為我們要爭取真的雙普選 因為真的雙普選 就是沒有功能界別的 所以我們不應該 延基地在爭取這些議席上 是錯的 這個想法 因為你一定要 寸土必爭 七十席裡頭 你拿到多少 最好是超過三十五席 你就可以完全癱瘓到這個政府 包括你財政預算 都可以過不了 三十五席就可以了 對不對 因為有一個人要選主席 你如果建制派贏了 他就只有三十四個人 除非他下來投票 其實也不夠 好 好了 體制外邊也是繼續做的 對嗎 體制外邊來說 這就是取決於那些市民 取決於那些勇武的前線 他們是不是繼續去做 泛民從來沒有割席 這件事很重要 有些人是屌泛民 屌泛民到底是想屌死他 還是屌到他進步 百屌成才呢 現在我們看到 泛民的確是有尺微的進步 我們不能說他有一個很大的躍進 但是比起以前來說 對呀 以前他是衰到無倫 那些年輕人出來搞抗爭 他就跟你割席 他就說你這些是破壞社會的行為 破壞社會的秩序 但今次又沒有呢 是不是 很顯然就是沒有 經歷過馬鞍山和上水那兩件事 他甚至乎連譴責都沒有 當然是哪一個做 目前你都說 還在查 那個人你查到他出來 就成之於法 問題是他沒有譴責 他沒有譴責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 為什麼我會呼籲市民出來投票 就是這個意思 他已經在態度上作出了一個 決定性的改變 這件事大家都看到 不是我在那裡吹水的 泛民以前是他做過很多事情 或者大家未必是情深 尤其是本土派的支持者 未必是看得順眼 但問題是大家要看那個大局官 不要看那個小局官 經常覺得 因為你是本土派的支持者 泛民那些人有原罪的 因為他入過中聯辦 你這一輩子都不能夠原諒他 那些已經是十年前的事 今天 今時今日走上前線的 許智峰 譚文豪 當時都未曾進入政壇 有部分人甚至乎是 你將以往那些人 即是你要給人家一個機會 去改進改善才行 否則你純粹想屌死他 然後被可取而代之 我本土派來拿回你那個位 這些根本上就是 就是捲入那個派系鬥爭當中 我就不會參與 這些事情 我只是看過大局官 我不是說 你只是說大局為眾 我不是這麼說 但是 你現在目前還要分什麼黨 什麼派 一旦只有兩派 一旦是親中派 一旦是抗爭派 這麼簡單 已經是 還分什麼本不本土 有些本土當中又分獨派 什麼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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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上是完全碎片化 對不對 抗爭的力量就應該怎樣做 你就要參考共產黨 共產黨搞統一戰線就是首屈一指的 是不是 他就能夠團結到最大部分的人 最多數的人 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 而不是個個在這裡自己起的圍牆 自己起的城堡 整天就想著在一個比例代表制當中 在一個直選那裡 是吧 拿到一成選票 百分之八的選票 就有得贏了一席 整天就圍著那幫人 就去圍路了 那你有什麼意義呢 你來來去去就是僅止於此 做到你所做到的目標 是做不到的 是不是 你要做到的目標 來講 之前就一定要有所妥協 有所讓步 而這個讓步 你一定要和勇不分 其實根本上勇武派 我已經講過了 這個理論就是 勇武派前線來講 我所認識的 就是not necessarily 就是這個本土派或者獨派 大家要搞清楚 有很多本土派和獨派 其實都是口頭軍師 就是 前線那些又未必是什麼 前線有些是泛民的支持 當然有些也是獨派的人 你不可以 不是鐵板一塊 前線和勇武 不能夠和本土派畫上等號 大家要搞清楚 這件事 你不相信的話 你自己去前線 查訪一下他們 反正那個人都穿了 黑暗 你就不認得誰了 你可以不相信我 這樣是